探索植物新世界 植物世界又大又多,而且每种植物都有它特别的地方 到底植物怎么繁衍下一代,怎么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植物界的秘密吧 哇,好多横花哦,什么颜色都有耶,真是漂亮 嗯,真的好漂亮哦,横花的气质高雅,很多人都很喜欢哦 横花是长在水里的植物,很特别耶 其实植物世界多采多姿的,有些植物长在路上,有些植物长在水里 甚至连沙漠,河口或高山都有植物生长呢 更厉害的是啊,生长在不同地方的植物会有不同构造来适应环境哦 大自然就是这么奇妙 像沙漠里有仙人长,河口有红树林,还有些植物能够生长在室内 植物的生命力真是很强呢 哇,原来植物世界有这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的,真的令我大开眼界 回吃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多留意植物的世界呢 婷婷啊,我想要买空心菜回家煮,你吃不吃啊 好啊 现在的空心菜都是用叉汁的,甚至还有水耕的空心菜哦 真的啊,我以为全部的植物一定都要从种子发芽开始才能长大呢 当然不一定啦,所有的植物不一定都要从种子发芽才长大 像我们家种的万年青,就是从它的金上面再长出新芽的 这个我有注意到哦,连我们家的铁树也是这样 爸爸就是这样,把一盆铁树分成很多盆的 还有啊,像地瓜就是本身是块根,而地瓜的叶子就是从根长出来的 那马铃薯是块金,马铃薯是从金发芽的哦 是啊,还有吊篮的走金也可以剪断分珠呢 哈哈,植物真是有趣,原来植物繁衍下一代的方式有这么多种呢 电视上在介绍蕨类,蕨类的叶子上有许多包子,包子是做什么的呢 包子是用来繁殖下一代的 那蕨类繁殖下一代是用包子,不是像一般植物开花结果吗 是啊,蕨类不像一般植物,需要开花结果才能有下一代 它只要包子熟了,就会掉下来,然后再长出新植物 那一般植物的种子怎么传播啊 不同的植物开的花不同,结的果实和种子的传播方式也不一样 像蒲公英的果实有细萌,可以借风飘出去 还有棋盘角的果实可以浮在水上,然后传出去哦 哦,植物种子的传播方式真是千奇百样,非常有趣呢 嗯,再一遍 蝴头长大,变成爱唱歌的青蛙 毛毛虫长大,变成漂亮的蝴蝶 小朋友,你长大以后呢 嗯,这只毛毛虫长得好丑哦,又黑又肥 今生长得越丑的毛毛虫,变成蝴蝶以后会越漂亮哦 真的吗,嗯,就像是丑少鸭变成天鹅吗 嗯,应该是吧 是哦 反正变成蝴蝶,就应该都会蛮漂亮了吧 小朋友,你们蹲在路边做什么 妈妈,我们在看毛毛虫呢 乐乐说,越丑的毛毛虫长成蝴蝶以后就会越漂亮,这是真的吗 嗯,不一定吧 每种蝴蝶的幼虫都有它们不同的特征啊 那,听说颜鹤鲜鱼的毛毛虫有毒,是真的吗 嗯,通常是这样的 颜色鲜艳的毛毛虫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啊,它们身上有些分泌物会引起皮肤过敏 所以啊,千万要小心,不用用手去触碰它们哦,知道吗 嗯,知道了,我们会小心的 蝴蚪长大会变成青蛙,毛毛虫长大会变成蝴蝶 哇,这些动物的幼虫和蝉虫怎么差那么多啊 爸爸说,那是变态啦 蝴蚪变成青蛙就是一种变态 它们的幼虫跟蝉虫是用两种不同形式生活的 幼虫是在水里生活,而蝉虫呢就变成在陆地上了 哇,这些动物小时候跟长大以后真的完全不一样耶 嗯,动物世界真是奇妙 生字 词语 找 看法 寻求 唱歌 迎唱歌曲 朋友 有人的通风 有人的通风 造智 长大 毛毛虫终于长大成为蝴蝶 不同 我要去看一看不同的国家 成语 长大成人 发育成长为成年人 丛林探险 小朋友,你看过丛林探险的影片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原始雨林都有些什么吧 哇,它们马上就要跟着当地向导 进入那片力不痛苦的原始雨林中了 不知道它们会遇到些什么有趣的事哦 对啊,在那片原始雨林里面 地下会有很多既美丽又奇怪的动物吧 我真的好期待哦 原始雨林可不像爸爸平常在你们登山进行的小山坡那样啊 那里到处都是高可参见的大树 浓密的树关层层挡住渗入的阳光 表底下只有土外的枯叶 发出阵阵的没臭味 在一种狐风,闷润又昏暗的环境下 一定很容易让人昏昏欲睡的 嗯,不仅人们如此 所有的动物也都没什么精神 诶,你们看看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什么 嗯,有什么吗 嗯,那只是一些青藤而已嘛 诶,我看到了诶,那是一条蛇诶 伪装的还真像,差一点就被它骗了 奇怪了,原始雨林里面 不是应该会有很多小动物的吗 我看起来有点冷清的感觉 到了晚上,雨林就会热闹起来 到时候各种虫叫声便会响死 说不定还会有一末虫到处飞来飞去呢 呵呵,原来如此啊 诶,怎么那么快就天黑了 呵呵,哪机会啊,快要下雨了啦 呵呵,呵呵,呵呵 摇曳,飘荡,搖晃 彈环,逗留 剧情,乐器名 为普通的手具夹在两期间 用小提琴弓或棒子摩擦去时 使之震动发生 造具 笼罩 太平洋的低气压,笼罩着全台湾 雀道 雀道,雀道以南称为南半球 成语 毒蛇猛兽 有毒的蛇,一生猛的野兽 伴知各种能为人类生命的动物 小朋友,你看过会说话的土拨鼠吗? 浩浩看到了一只会说话的土拨鼠 我们跟着去看看吧 你有没有看过土拨鼠啊,安安 有啊,那你有没有看过会说话的土拨鼠 会说话的土拨鼠,嗯,怎么可能 那只土拨鼠不但会说话 还会跟我玩游戏呢 真的吗?他跟你玩什么游戏啊? 一开始,他在我的前方跟我招手 我连忙向他跑过去 他马上就潜到土里头去了 你一定是吓到他了 所以,他才会躲起来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这样啊 可是啊,一会儿 他却在离我更近的地方出现哦 还开口说,我在这儿呢 等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又不见了 唉,你一定是听错了 土拨鼠怎么会说话嘛 忽然间,我的背后传来了 如果你能捉到我 我会送你一个很特别的礼物哦 我回头一看,居然是那只土拨鼠耶 那你有没有赶快把它捉住 我想确定是不是他在讲话 所以我问他,什么礼物 然后呢,他怎么说啊 这回我看得很清楚耶 他张开嘴巴,很清晰地说出 抓到我不就知道了 听到这句话,我就奋力地扑上他 好令人紧张哦 那你到底有没有抓到他吗 只见那土拨鼠往后一跳 我整个人就往他脚下的大头摔下去 哇,这下糟了耶 然后呢,然后我吓了一大跳就醒来了 原来是做梦啊,我还以为是真的咧 对啊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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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字 子语 粗广 粗鲁野蛮 狂妄放荡 周揪 形容鸟的叫声 鸟 排回 来来回回地走动 鸟 造具 引诱 钓鱼前 我们通常会撒下幼儿 引诱鱼群 鸟 激起 他把石头丢到水池里 水面激醒了涟漪 成语 山光水色 青山耀眼 避水半波 。。。。 bene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匿场 底下 优优独播剧场 匿谣 咱们 此外 在佛 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